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星期因为要做这个年度回顾 没有科学回忆 其实这个新闻也是在上星期之前 已经找到回来 是一个挺有趣的故事 故事的标题是 其实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件 用丝绸做的年线群里面 找到一堆密码的信息 这个密码信息一直没有被人拆解得到 但原来到今时今日终于就拆解得到了 故事的缘起就是 当然这件是一件很久之前的衣服 如果你数得维多利亚时代 这件事就起码是三位数字 年份之前的东西 他有一位考股机构的负责人 我不知道他是否一位博物馆的管理者 或是本身也是一个收藏家 他十年前就在美国 在一个地方找到这件这样的衣服 当然他就觉得这件衣服本身的工艺 以及历史 是一个值得被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事 他就把这件衣服投得回来 很有趣 这件衣服拿到回来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保存得好不好 有没有重铸 有没有一些地方 其实已经是需要去收护 希望令他能够在最好的状态 或者尝试还原 最理想的状态 就成为一件展品 去展示出来 大家就算不懂这些服装 那些文化也好 你都会看到 其实这种衣服的财展 那些形态 缝印 cutting 其实都真的 不是 今时今日这个年代 可以很轻易地做到的事 里面一定是很花手工 来去做一件这么漂亮的衣服 而且还要不要忘记 他真的要用到丝绸来去做 那好像我们这些人 他平时 穿完衣服洗衣服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妈妈一定会提我们的步骤 码码的衣袋 OK 看看里面会不会有些 紙巾 那些东西放了下来 如果放了一张银纸 扔下去洗就不好 对不对 或者最惭人的就是 有一张用过的纸巾 最后就弄得一堆纸碎在这里 那就惹人争了 这位收藏家自己本身 他也是检查好口袋 然后可能将它交去 准备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这样的时候 就找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就在衣袋里 就找到 这堆 这样的纸 OK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就已经被扎成为一构纸了 将这构纸 摊开的时候 上面就有一堆字 在这里 虽然它用的字是英文小草字 但是你会留意 它不是很像通讯的句子 就是你如果一封信 你知道里面是一个通讯的文具 你起码读得出 上款下款是什么 但是现在你会看到 它有些字是重复了 有一个特定的排序 这些东西完全是 狗屁不通 OK 你是解不通 所以 一群藏身 是一件 维多利亚时代 这件 这样的 衣 这件 丝质的 裙 里面的这件纸 上面那堆密码 就成为 解密码界的 一个 很久以来的 不解之迷 十年前 这件纸被发现了 足足 你会发觉 真的花了十年时间 公布了出来 到今时今日 才被完全破解 而且破解的地步很有趣 它里面藏着的 那些资讯 你想也想不到 原来是关乎这些事 你想想 一个高贵女性 应该有地位 可能受过教育的女性 她藏着的那些纸 她起码一定是懂字 而且她里面 写这些东西 好像一堆密码 即是说她有一定程度 她一定是知道 其他的资讯 再把这些东西 变成为 一些密码 然后再把它 收到 我不知道大家 猜不猜到 其实里面 是想表达 什么意思 但我觉得 如果纯粹 你真是由字面解 想都不用想 就是要把这些东西 加密 是否一定藏着 什么秘密 在背后 其实这些问题 令到这些网上解码的发烧友 觉得非常引人入胜 我想里面不是只有业余的解码的人 而且就是说 因为 加密和解密 往往对于这个计算机 科学和数学 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其中里面有很多是这些应用数学的发烧友 一定是很喜欢在这些论坛里面 去这些group里面 去周围看看 怎样去解码这些这样的密码 在一个很长 即近十年的时间 没有人去解得到 直到最近 亦都是需要透过这个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 竟然是将里面去解码出来 那我的答案 最简单地说是什么 原来里面这些全部是一堆气候的数据 即是说在那天 在哪个地方 天气是怎样 跟着温度是怎样 然后湿度是怎样 风向是怎样 原来藏着这些资讯 那如果你说 这些风向湿度的东西 不是用数字 用文字表达就可以了吗 这里背后还有另外一段故事要讲 为何又要将这些东西加密呢 而甚至乎在将整段数据 去拿下来之后 甚至乎原来里面 是藏着他那一天的日期的资讯 在背后 原来这些资料 就是记录了 1888年5月27号的数据 而这条群记住 就是在美国的 在美国的那一带 差在就可能 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说 拥有 这条群 甚至写这个纸 未必是同一个人 但总之 他们这一班人 原来就在 记录着 一些气象的数据 你可以想象的 其实呢 在1888年 这些这样的时候 都仍是一个 未有 民航飞机的时代 甚至乎 不要说 连来特兄弟 发明飞机都没有 即是说这个世界 就非常之 倚赖 航海 运输 于是乎 那些航海的 气象数据 亦都是往往 成为 一些很重要 大家都想知道的 第一手资料 因为它绝对影响着 航海上的安全 你说如果有仗打的时候 就是 军事上的 情报之一 另外就是 牵涉到 粮食生产的时候 关于一些 气候的数据 其实是需要 好存方位记录 所以对于 你说航海时代 到后来 这些殖民者 去扩张 这样的时代 是往往一个 摆很重的资源 是做天文的 观测 和气候 和这些水文 这些这样的 资料的记录 是要全部做得 很清楚 所以你说 就算 香港也好 在说 做殖民地的时代 开始 要搞 这一个 香港大学 其中一个很重要 就是研究 香港本地的 风土病 而且当时 亦都是 要记录 香港的 那种 上至天文 下至水文 甚至乎地理 这些数据 亦都是要全部 搜集 好了 这里就说 我们就说 这些是气候的数据 原来 你问我 哪个字是哪个意思呢 老实说 我自己也说不出 但是原来 他就是说 用了这套 方法 他选择这些字的时候 是有一个 独特的 准则的 就是那种字 是 本身 是否用响音来开头 还是不是用响音来开头 原来是有个意思 这种字本身有多少响音 也有个意思 于是 你会发觉 把这些气象的资讯 无论是 气温 风速 湿度 地方的位置 等等 这些数据 全部是 共野一路 全部放进去 可能你也会问 为什么要故作神秘 这样 把数据 放来放去 有什么那么厉害 其实 往往 有个原因 都是一些很实际的原因 这些天文数据 本身又不是什么秘密 你这里 每个人都看到的东西 然后 你要将它发送出去 对不对 其实关键就是在发送这个资料 大家想想 在当时来说 我很希望 这个 当日实时观测到的 这些数据 可以成为 即日的数据 放在一个中心 做一个全盘的分析 你一定要用到一些 电磁波传递的方法 你就不可以 将那个当日 气象的数据 写成封信 寄去 某个地方 然后等它两个月后 才能收到 然后 当地的气候分析 就好 我现在帮你报道 两个月前 某某地方的天气 那就浪费了 是不是 所以 很多时候 你做这些 气象数据分析 第一件事 你就想 怎样去将这个数据 变成为 一个电磁 用无线电形式 来传递出去 而发电磁 粒粒字 都是钱 你当然是希望 用最短的方式 来将最有效的数据 来传递出来 所以 很多时候 做这些资讯 传递 你不是为了 资讯分析 即使战场 你当然是想 这些东西快 有保密 所以 一个技能 可以 很有效地 帮我将资讯 用最少的文字 将最多的资讯 带着 然后那样东西 甚至乎有少少 加密的能力 的话 往往就成为 当时那个年代 通讯的 很必要做的 一个步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个 历史的故事 当年 汪精卫 准备去投降日本 他从中国前途到越南 发出了一封电报 那封电报 我们叫做 厌电 厌是很鲜厌的 厌 我们说 发布厌电 是否 听上去就是 向外国 倩微 向日本倩微 的意思 其实不是 厌字 其实代表了 那天的日子 即是说 你只要发一封 一个很简单的字 就已经能够 将你的很长的信息 发送出去 如果你要说 什么年 什么月 什么日 其实就会 变成 你要发很多 字丝 讲到一个意思 详细地 如何将这些东西 摆成为密码 是有偏差的 但是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以前的人 发电报的方法 一定是 有一种 他们将 资讯 浓缩 encode 的方式 即是有少少像 我们 要将那些 整那些sip file 将那些 压缩 让你传输的时候 可以省些时间 省些成本 那现在这里 你发现 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尤其是这个世界 去传递 这个日期的资讯 一些数目字的资讯 他很多时候 就是希望找到 一只 很短 很简单的字 就已经能够 带到越多的资讯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将 整个某一个地方 当日的天气 几多点发生什么事 他的 气温 和那些 风向的数据 等等 还有那些天色 和里面 很多时候 有说 云的形状 OK 那些 你能够全部记录 你又没有一个很简单的 篇码方法 将这些所有资讯 可能是用一句 就已经放进去 这个故事 其实这一样的需要 就直接解释到 这次 藏身于 维多利亚 那件 丝质的 长群 里面 他三袋里面的 那些纸 这些密码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 这样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 挺有趣的 在我们 最初是纯粹为了考古 为了去做收藏的需要 一种审美的需要 记录着这件 这么漂亮的事情 我们找到一些 也很特别的 而那件事本身也反映到 那个时代正在做的一件事 然后那件事 不是一个很直接的资讯 是需要你去解码的 然后你会发现 解码的需要 原来也是因为 那个时代的技术背景 而造就了 它有这样的需要 去做这件事 所以你会往往看到 一行一行的字 原来你里面已经是 放了 非常之多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它的一个一系列 很复杂的资讯在背后 由它的气温 湿度 风向 风速 甚至乎它天空上面的 天气 天色 云的形状 等等 就全部是共亿 一路放出来 那你说 是不是全世界所有 当时的气象系统 都用同一套 coding的方法 那这里 就要 问回 研究这些 文史的专家才知道 但是至少 以他们后来的研究 就是 基本上在当时 北美洲 这套这样的 系统 这套这样的 预报方式 就多流行 就是在这个 气象界之间 那究竟 这位 这件衣服的 拥有者 他本身 又跟这些 气象工作 有多密切的关系呢 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那这里 来到这里 我自己都 不是很清楚 但是 对于我个人来说 那种 这样的 资讯传书 密码 解码 这个故事 我觉得 永远是 很引人入胜的 这次这个故事 我觉得 就差在 没有 英国的 二战时代 Alan Turing 弄了那部 机来去破解 日本 不是 来去破解 德国的 Enigma 就是 那个机器 那么厉害 但是 我发现 整个过程 本身很有趣 最后 其实就是 大家不要忘记 又是要靠 人工智能 这个分析 来帮我们 去找这个答案出来 那么 好了 我们这个星期的 五节的 科学新资内容 就来到这里 那么我们 2024年的 第一个星期 就会继续 在这里 再一次祝大家 新年进步 也希望科学都进步 也都希望大家 在来年 继续去鼎力 去支持 我们 科学新资频道 甚至我自己在科学新资频道里面的其他节目 也有赖大家继续去支持 那么 今年的节目来到这里 我们下年再见 拜拜